持续不间断的帮助苗栗弱势族群达成慈善基金会 九度的跨县市来送爱 再度捐赠300万元给苗栗县政府作为急难救助金之用 为了感谢达成这多年来多次捐款加惠民众 县府特别举办了捐赠仪式 而县长徐耀称出席受赠也回赠了奉献感谢庄 达成慈善基金会110年苗栗县弱势家庭公益计划捐赠仪式 众人依序在爱心摩天轮贴上包括棺木带金 厌节关怀救助专车等各项服务内容 牵称这几次退休阿贝的董事长陈达成谈到 基金会秉持着城镇新时的理念 以同板累积爱心抛砖语域深受各界认同 现在连海外善款也涌入 我如果为社会都付出一点这是我的心愿 所以我们觉得基金会是小而美 最主要的我们所有的同仁 都会有一颗很散热心 像太阳光一样的热在发光发热 我们的真心的奉献何等的自在 就是我们的城镇新时 我们由没有到现在 我们的监管现场报告 我们的监管现在包含东南亚都进来 达成慈参基金会从105年7月以来 九度跨县市宋爱道苗栗 至今累计已捐赠1178万元 县长徐浩昌在县内弱势家庭致谢 也承诺县府团队将省慎严谨的将善款达到最大效益 我们像比如109年 这些弱势族群大概有2000多户 总的金额也发了差不多1400多万 所以他们的这个 从105年到今天为止 给赞助我们的棺木贷金 还有慈参的一些的捐赠 都发挥到淋漓尽致 我们县政府的团队也把他们所申请的这个补助馆 很严谨的来做把关 所以受到达成这个团队的一个肯定 那么每一份钱都花到刀口上 工部门资源有限 县府社会处积极结合民间公益资源 透过人力财力等投入拓展各项方案计划 持续不断强化社会救助安全网 将关怀暖流送到每一个角落 也期许能成为现任弱势族群 坚实的后盾